大家好 朋友们 下午18点18分了 天快黑了 还没全黑 黄昏了 人曰黄昏后 队影成三人 对吗 这不对 这个给大家讲讲啊 有一个在上海当护工的陈阿姨的故事啊 这个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啊 这个背后能够折射出来很多社会现象啊 这个 这有一个照片啊 这个陈阿姨在看护母亲 这个母亲不是陈阿姨的母亲 是这个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朱健啊 他写的 然后他说 总理说 中国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一千元 总理吗 李克强吗 虽同在一个蓝天下 但由于城乡区别 族群的区隔 我们对这六亿人的生存状况 是没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的 没错 这个前几年有人做过一个专题的采访吧 专门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北京的地下北京 就是有上百万的人是住在地下室的 北京是清理过 但是很多人你不让他住地下室 你让他住上边来 上边跪 是吧 甚至好像在九仙桥大山的一带 有人睡在地下的那个井里 地下的管道里 还有还有老两口就睡在那呢 这都是真事啊 由于母亲住院啊 我与护工陈阿姨接触后 好像城乡隔离之墙 裂开了一道缝隙 他之前他也没关心过这些人 他也没了解过 是吧 那些人过那些人的日子 你是大上海上海人 你跟他们打不着什么交道 透过缝隙 我看到了这六亿人中的成员 看到了镶嵌在城市最底层 最边缘 最艰辛的族群 北京的也有护工 北京的护工可能三个地方的人比较多 一波河南的 一波甘肃的 好像还有一波是山东的还是哪的 反正河南和甘肃有这么两波人 这护工 他们有他们的头 有他们的公司 公司提城 公司跟医院挂上钩 然后他们再去打工 这些护工的钱 公司要提一部分城 说到这儿啊 我们说一下美国 美国我是知道的啊 因为我有的朋友就在美国的医院里边工作 华人 美国就没有护工 美国的护工的活是护士来干的 美国的这个护士分三种 最高级的叫专业护士 然后呢 中间的叫注册护士 然后下面的叫助理护士 这个助理护士就相当于中国的护工 但是他不叫护工 而且中国原来就没有护工这职业 你住院都是护士来 说的直白一点来伺候你 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的护士也不干那么多活 护士就给你打打针 量量体温 也就干干这个 这些为了讨生活 背井离乡 漂泊在城市边缘的族群 有多艰辛 爹不知 娘不知 只有天知 地知 自己知 祸从天降 2020年 就是去年吧 11月21日 我在母亲家里 他在他妈家里 他自己也有家啊 扑通一声闷响 母亲大喊一声 朱健叫他孩子的名字 我的头顿时就炸裂了 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降临了 为防范老母亲 发生摔跤的意外 我已小心到 就是我非常小心的 把母亲所有的拖鞋 都藏了起来 怕什么来什么 偏偏他还是穿着 已经藏好的拖鞋 自己把自己绊倒了 看着那双 作孽的拖鞋 和摔倒在地上的母亲 我那窝火 抱怨愤怒的气化 情不自禁 全都喷泄了出来 救护车 将母亲送到上海 普陀区人民医院 拍片的结果 大腿骨折 你看这个人 也可能他母亲 长期患病啊 他就烦了 他也说了很多 不好听的话 实际上他还是有钱 如果他没钱 他烦吗 你烦了之后 你有能力烦吗 是吧 说白了就是还是 是吧 这个财大气粗啊 一个无情冰冷的现实 又摆在了面前 母亲88岁 加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加大腿骨折 又是高龄 又老年痴呆 又大腿骨折 此时 我心里只有无奈 担忧 焦虑 甚至惶恐 2020年初 母亲曾患病 卧床 痛苦了两个月 我也尝够了 当妈妈的护工的艰辛 所以妈妈住院的当天 我们便向医院 购买了一对一的护工服务 一对一 就是他只伺候你一个人 不过有些护工 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父亲当年生病 我们几个孩子 也轮流陪着 你找了护工 护工他挣外快 就是说 比如说他只看你爹你妈 说是这么说 他也干点私活 他想多干一份 多干一份 不多挣一份吗 是吧 都是苦地方 穷地方出来的 所以想多挣点 这个护工 这只是台面上 好听的称谓或名称 实际上 这是比使唤丫头 还难干的苦差事 我还能够护工 你能够护工 我还能够护工